张哲瀚风波发酵到全网 相关后续影响依然不断 首当其冲的就是商务代言 张哲瀚代言的娃哈哈品牌第一个发声明 解除合作 随后相关品牌一一跟上发声宣布终止合作 紧接着另一个品牌 解除也宣布已经终止和张哲瀚的合作 同时还为此前直播间主播言论致歉 为了表示诚意品牌直播间关闭30天 涉事主播也已经解除合作关系 反应还是比较迅速的 最后徐富记官微发表声明称 对张哲瀚伤害国人情感的行为坚决反对 即日起终止合作 看完徐富记的声明 网友看过之后纷纷评论力挺 而后安克也称向张哲瀚方发出了解决告知函 作为中国品牌坚决维护祖国利益 水星家坊 潘多拉 珠宝等 进随其后解约 商务方面打开了口子 也就说明张哲瀚风波造成的影响确实很严重 相信看到以上这些品牌的态度 其他和张哲瀚进行商务合作的也会陆续发生 随着品牌方的不断解约 央视新闻和北京晚报都就此时表态 态度非常严肃 直接表示坚决反对这种错误做法 绝对不能是非不分 北京晚报这边的点评更加犀利 直言张哲瀚的危机公关来得很快 但舆论不买账 任何一个有基本事被关和历史常识的人 都会对那样的地方进行托弃 更何况曾经身受侵略之害的眼黄子孙呢 张哲瀚因为不当言行造成恶劣影响 身为偶像还可能对粉丝产生负面引导 除此之外 四川共金团直接发科普爱特张哲瀚本人 中国警方在线也发文称 不要无知不要试探 态度很明显了 此前张哲瀚因为被扒出 曾去参加日本某个朋友的婚礼 引发热议 后续又被翻出疑似去过日本神社参拜 舆论在持续发酵的同时 网友也喊话 希望张哲瀚退圈 目前他已经就引发了争议道歉 还更换了微博头像 不过这份道歉被网友吐槽 避重就心没诚意 只是说自己拍照不谨慎 而没有提到自己去不该去的地方 尽管工作室也表示会更加严谨 还把客户端小尾巴换成中国国旗 被调侃连夜秀红旗 但网友还是不买账 张哲瀚道歉微博的评论曲 连粉丝控评都控不住了 人民日报也就此时发生 但只是说要道歉 更要补课 看到这儿网友可不答应 认为张哲瀚的争议不只是因为无知 目前这条动态的评论区 也都是网友质问 大家认为不能把无知当借口 不接受他的道歉 不过后来人民日报也编辑了相关内容 张哲瀚还转发了这条内容再次致歉 但网友们只是让他退圈反思 对比一下思想火炬这边 就说得很明白了 张哲瀚事件不能不了了之 他去神社等明显问题不容回避 言辞十分犀利 事情发酵至今也必须得说 张哲瀚道歉也难憑众怒 粉丝还在不断洗白澄清 实在是没有必要 在追星之前还应该有明确的是悲观 张哲瀚因为不当言行被网友抵制 也算是自食其果 对于张哲瀚来说 道歉只是最基本的 这也给所有娱乐圈的明星再次敲响警钟 仅言盛行才不会翻车 最近小作又给大家挖到了一个宝藏男孩 拂白帽美 大长腿 八块腹肌 运动boy 他就是张哲瀚 相信很多人都和小作一样 虽然张哲瀚已经出道八年 但大家的状态都是忽儿张哲瀚 不过如果你还不认识张哲瀚 肯定是因为还没有看高田的芸汐传吧 因为看了的就没有一个幸存的 我的意思是 大家无一例外 都被高冷独宠芸汐艺人的秦王给劝粉了 前段时间张哲瀚和居静一 一起出席芸汐传的活动 受到对对方的印象时 居静一反手就送了个张哲瀚亚洲促王的光荣称号 虽然张哲瀚帅 但这回我战居静一 因为在芸汐传里 张哲瀚实力演绎了教科书般的直男吃醋 说白了就是口贤体质嘛 明明吃醋吃得飞起 但表面人设还是不能崩 要高冷满不在乎 最后不还是要把女票哄回来 芸汐传里的秦王很容易让人圈粉 但咱们一无余意志提倡的是理性追星 尽量做到不混小角色内外的形象 希望大家喜欢的爱豆都是最真实的模样 所以想要更加了解张哲瀚还是得回归他的日常 张哲瀚最大的梦想是带妈妈环游世界 从他发的微博来看 现在已经带妈妈去过很多地方了 张哲瀚甚至还会带妈妈去健身房健身 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运动男孩 我光说没用你们自己感受一下吧 什么叫做八块腹肌 什么叫做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 糟糕是恋爱的感觉 除了健身张哲瀚最爱的运动就是打篮球 在去年名人篮球赛拿了MVP 给平时不太了解篮球的小仙女可谱一下 MVP简单来说就是全场最有价值球员 总之很厉害就对了 当然他的技能远不止如此 除了篮球就是弹琴唱歌了 没错这个男人居然变态到样样精通 所以他平时给粉丝直播的时候 都会化身才艺男主播给大家唱歌 也是总不能一边打篮球 一边跟粉丝说老铁双鸡666吧 对了张哲瀚还有一个冷门才艺 讲冷笑话 我的方便宣布张哲瀚已经被踢出冷笑话界了 也太特妙的冷了 最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张哲瀚就是一个孝顺运动力MAX多才多艺 时不时还能说个冷笑话的男孩 虽然一点都不好笑 等等这不就是我对男朋友的全部幻想吗 为什么他一直到现在才活起来 看过他真人秀的人都知道 他虽然是个拼命三郎 但他不争不巧 这种性格在娱乐圈里虽然能生存 但资源啥的当然比不过其他人 不过张哲瀚好就好在就算没有工作他也不会焦虑 毕竟他还有很多自己的事情可以做 大学毕业后他曾一路从成都骑行到西藏 喜欢潜水就考了个潜水证 没事就弹琴唱歌 他永远不会无聊 就像他永远有趣一样 别遮遮掩掩了 我知道你已经pick上张哲瀚了 在央视网中国历史研究学院先后发声后 张哲瀚日本神社事件彻底进入大众视野 合作品牌也有了反应 本人终于就一系列不当行为进行了道歉 然而仅仅道歉却难以平息众怒 网友一句话让人破防 我们没有权利替先被原谅 粉丝提前准备好的空评 在网友的愤怒下没有起到任何效用 要求张哲瀚推圈的两条留言被顶到了热门 点赞数飞速增长 从50万到70万最后突破百万 还有网友指出张哲瀚的这份道歉根本避开了重点 他说自己无知 他说自己失察 他说自己不该随意拍照 他说是照片内容 伤害了国人感情 他甚至没有和那些牺牲了的同胞们说一声对不起 张哲瀚多年前就因为拍摄了日本续日期改装车被质疑 为此他还进行了道歉 但也给不少网友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那一次他并没有被攻击太多 当然也没有退圈 而韩星黄美英也做过和张哲瀚的类似行为 在社交媒体上使用了续日期贴纸 同样引发众怒 都不用官方反应 业内就自觉把他封了 他只好和美国公司签约换权发展 结果这一次张哲瀚先是被拔出参加神社婚礼 又被拔出去进入神社拍照 后续更是被发现几乎年年都要去日本神社 还涉嫌在纪念馆前做不当手势 不仅如此 张哲瀚还是哪于首个爆出如此恶劣行径的明星 一直以来我们针对明星类似行为都是零容忍 首先还是要做个科普 张哲瀚拍照的神社门口就有清晰标识 只要进去就肯定知道这是地方 其次这个神社也明确写着进入即等于参败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